有一些人會說 這個人怎麼後台那麼硬 也沒有什麼作品還可以繼續這樣 乾你屁事啊 那我其實沒有什麼後台啊 如果後台硬就不用再繼續做這個工作了 我爸是做紡織的 紡織業 所以你算是紡織業小孩嗎 也不是 我紡織業的小孩 相信成像爸爸一定很會存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三年前 陳翔退出Special百萬賠償金 就是和老爸借的 神仙低潮還得面對網友的落盡煞食 讓他一度想放棄心圖 改行賣火鍋熱潮 他們就說 剛當完兵 然後你出來找工作 最多第一份工作的話就28K 很辛苦 然後他們就說 那陣子就可能很容易 就是被人家言語激怒 然後就會 不知道要往哪發 就會一直打敲地位 不知道有一次我就不小心 垂到玻璃 然後鏡子 然後就這樣一直看 看自己 然後就突然想打自己 就洞了一下 就破了 手有流血嗎 就 有啊 但就還好 關鍵是 那是我媽的化妝鏡 那種媽媽房間的 我就是去那邊換個衣服 就覺得 還要再花錢 再從買一片玻璃比較心疼 在這兒 咱們可以撐下一個建議 想先放的話 其實有更溫和的方式唷 已經是 我不知道有在教人家做這個東西 那你覺得你是手會比較翹的人嗎 我覺得應該還行 在翹的時候內心有沒有想到誰啊 比如仇人誰啊 沒有 我今天心情還不錯 目前還沒有想到誰 我覺得自己說 它好像壞掉了 沒有啦 還好 還好還好 老師妳好正能量喔 謝謝 明明就很 就壞掉了 不要來跑吃 沒有 不要小心一點 謝謝 不要療悶啦 不要 老師我這速度可以嗎 可以 然後它溫度快要到了 我等一下再騎上去 然後它可以打起來 會打那個 超亮 帥帥帥 娛樂動新聞 報導